接著來看到台海的最新情勢 美中軍機在台海隔空校陣 國軍十三號公布了一架美軍的PA8的反潛機 通過了台灣海峽 那麼共軍呢 當天也有二十六架各式的軍機 都在台海的周邊活動 就有防空粉專呢 追蹤到了雙方的廣播 這內容帶您看到 中共的軍機呢 是四次開槍美軍 說如果不離開這個空域的話呢 就要擊落 而美軍呢也回嗆 是根據國際法合法的航行 就有專家分析 美軍是想要提醒中國 把這個台海內海化的戰略 是違反國際公約的 而面對了中共的軍力擴張 美軍陸軍上將秘力也強調 美國呢 將會加速交付武器台灣的速度 美國的中醫院 也通過了二零二四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就包含了 要加強台美的軍事合作關係 國軍十三號偵測到美軍 P-8A反潛機沿著台海中線飛行 中共則在同一天派出 多達二十六架各式戰機 轟炸機在台海中線 以及我國西南空域活動 美中軍機也一度透過 無線電對象 台海上空剪拔弩張 面對共軍警告 美軍P-8A一路到新竹外海 才切入中線移動 專家分析美國這次行動 提醒中國的意味濃厚 中共企圖將台海內海化 早不是秘密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秘力就認為美國應該要加速 對台交付武器 其中又以提升防空和反潛能力 最為重要 美國眾議院也通過二零二十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 對台內容包括加強美台軍事協調 協助台灣自我防衛需要 加速台灣不對稱防衛能力 深化軍事協調 以及強化台美軍事網路安全合作 剛落幕的北約峰會發出的公報 已歷來最大篇幅 抨擊中國公開的野心和強制性政策 挑戰了北約 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則是在推特貼出北約轟炸南斯拉夫 阿富汗 伊拉克以及利比亞的畫面 反擊北約公報 中美戰機在台海隔空校正 再度凸顯台海對於整個印太地區 安全的重要性 華誌新聞張震 張震傑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你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